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慧玲 近日多奇宠物狗感染 钩端螺旋体病引起了兽医的重视 这种人畜共患的传染性疾病 过去三周在洛杉矶的确诊数增加了三倍之多 兽医提醒民众 如果发现狗狗食欲不振 并伴有呕吐等症状 必须要尽快就医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钩端螺旋体病又被称为钩体病 被感染的狗狗早期症状 表现为高烧 嗜睡 食欲不振 几天内会出现顽固性的呕吐脱水 或大便出血和黄胆 若不及时治疗 钩端螺旋体病会造成肾脏和肝脏的严重损伤 狗狗将在几天之内死亡 这种人畜共患的传染性疾病 是由大鼠和其他涅齿类动物传播的 狗狗可以通过直接接触到老鼠等涅齿类动物 或间接饮用受尿液污染的水而感染 同时狗狗也可以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 在尿液中释放细菌 因此与被感染的狗接触 也对自己的狗和人类造成潜在的风险 洛杉矶的一位兽医说 在过去的40年中 他只见过十几例的病例 然而在过去的三周时间里 同一位兽医看到的病例数量激增了三倍 洛杉矶县卫生公共部门已确认 7月份勾体病病例大幅增加 主要来自西洛杉矶和圣费尔南多谷 这种疾病在狗国之间可以相互传播 据洛杉矶县的卫生部门表示 近期其中一次爆发来自圣莫妮卡的一个宠物寄宿中心 感染源头可能是当地无家可归者的营地 因为在这类营地当中 涅齿类的动物数量有着显著的增长 虽然人类也有可能感染勾体病 但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门并没有公布关于人类生病的报告 到目前为止 洛杉矶县狗类感染勾体病尚未引发死亡事故 但首一提醒 如果宠物主人需要使用狗狗日拖中心服务 或带狗狗去狗公园散步 请尽快接种勾体病疫苗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